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公子 还没睡呢 怎么了 睡不着 谣言扰人心 他要是谣言我哪能这么烦呢 我就怕他不是谣言呢 你怎么确定他就不是谣言呢 我是确定不了才来找你来了吗 找我 我又不能分辨这谣言的真伪 对了 你爹跟我说找居田 居田是谁啊 别怪了 走 走吧 大人 公子悄悄出府了 这孩子跟我说 他说他要睡了 我看他也是夜不能寐啊 他是去找居田先生 是晨英让他去找的 晨英 又是晨英 大人 你看这件事情 晨英会不会在里面搞什么鬼呢 晨英让吴江去找居田 是想澄清谣言 因为居田肯定会告诉他 当年孟江生了个男孩 你觉得这里面有什么不对吗 大人 我倒没发现有什么可疑之处 不过事情转来转去 最终总要扯到晨英身上 这难免让人放心不下呀 那个谣言说是当年调换婴儿的当事人 就是晨英 吴江自然会去找他了 大人 空穴来风不可不防 这谣言来得太巧 巧在哪里 本来公子打了胜仗回来 国君必定重用 他将步入政坛大显身手 开始大人的轰图大旅 可偏偏就在这个时候 幻音谣言顿起 公子全副心思 必定放在自己身世之谜上 这对大人将是一大挫折呀 只要抓住曹儿 就知道这处夕的背后是什么人了 在下一派出所有的门客 追捕曹儿 难道这件事真的和晨英 有什么关系吗 要说仪是有所异 要说仪是有所异 可是晨英的一举一动 都在我的监视之下 从来没见她和任何人接触过 更不用说草儿了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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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年了 要是晨英真的有什么可疑 我早就把她杀了 要说可疑 要说可疑 倒也不是没有 义在哪里 大人派出乡林 引诱大业去查赵氏史料 导致大业和晨英父子反目 如今有人以其人之道 还至其人之身 派出草儿 引诱公子去查自己的身世 会不会有人也想导致大人父子反目呢 如此针锋相对 很像晨英所为 赵硕的事是晨英的要害 他一直讳莫如深 这件事一旦揭开来 大爷是不会原谅他这个父亲的 公子的身世之谜不也是这样吗 不一样 那只是谣言 只要吴江找到居田 就知道事情的真相了 找到居田 是人 有人吗 居田先生 吴江公子登门拜访 会不会出诊呢 不会吧 出诊怎么连大门都不锁 还有你看在屋里面这么乱 什么味儿 有火柜味 对 我从来没有闻过这种味道 娘子 承鄞给你敬酒 你不是说 这十九年你滴酒未战吗 怎么想起来喝酒了 这十九年 你实时小心谨慎 生怕酒后失言 让图案谷识破我幻影之际 今天不同 好事将尽 所以要饮酒 来 娘子 我不跟你喝 你还能有什么好事啊 不就是那三件事 要办成了吧 我的儿子陈大业 他就要变成赵武了 有时候我在想啊 你干嘛要治好我的病 还不如让我一直疯着 什么都不记得倒也好了 儿子养了十九年 现在活生生的就要送给别人了 你就舍得赶着他走 大业 他要是跟公主相认了 我就没儿子了 是十九年前 十九年前 你干那件事你就没跟我傻 你没问过我答不答你 今天 今天 你要送大业走 我告诉你 我不答应 你 娘子 与承莹饮了这酒 承莹 万事都答应你 来 来 在答应娘子之前 成英要问娘子三件事 第一件 成英可是娘子的儿子 你喝多了吧你 若要成英应允你的事 就要答成英所问之事 成英可是娘子的儿子 当然不是 这一十九年娘子不认成英 成英可有一天离开娘子 没有 第二件 娘子 可是我成英的孩子 从娘子嫁于成英 可有一天 想过要离开成英 人 若与人分开 不在名分 不在血缘 只在情谊 这第三件 娘子 那儿 成英也想过 不用针灸 将娘子唤醒 那样 娘子可不受成英这十九年受过的苦 若把娘子唤醒 被图案库 被图案库知晓 你我夫妻二人 可能还有天大的风险 但成英以为 忍着一生 不过生死 甘苦四字 娘子 你是愿活在无名之中 还是愿以清清白白的 与成英共度生死 与成英共度生死甘苦 成英知道 娘子无论甘苦生死 都要看见成英 都要看见成英 娘子如此 成英亦如此 成英亦如此 又怎能让大业 不知道她是谁 成英 成英 怎能让这十九年养大的孩子 活在无名之中 那我的儿子呢 谁换我的儿子 成英方才说了 成英万事大于娘子 成英答应娘子 不把大业还给赵氏 但成英对大业 要像对成英自己和对娘子一样 不让大业活在无名之中 我要让大业知道 她叫赵武 我不想让大业变成赵武 我不想让大业变成赵武 大业就是我们的大业 娘子 这一十九年 这一十九年 你不认得成英 成英 可变成别人哪 成英 成英 还是成英 成英敬娘子 没酒了 我去给你下碗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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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子趁我睡着 偷偷约了大业去找居田先生 我都不知道 居田先生死了吗 死了 身上挨了十几刀 好惨 那图案无疆呢 公子和大业还在医馆 官府的人已在看宴现场 大人 你可得早做准备 准备什么 无疆公子一定会回来质问大人的 怕什么 居田早就知道 当年夫人生下的是个男婴 有的人 就怕居田把真相告诉图案无疆 所以才杀人没快 现在吴将长大了 他会有自己的判断 大人 我在命案现场 我听到公子跟大业议论 他可不是这么想的 他怎么想的 公子说 也许她娘生的是个女婴 大人怕居田告诉她 所以 停 这样一来 便成是我在杀人灭口了 你刚才闻到的就是血腥味儿 太惨了 我刚才数了一下 居田身上最少得有十多刀 你说杀他这人 得跟他有多大的仇恨 你不觉得这个事很巧吗 居田先生为什么偏偏在咱们登门的前夕死了呢 是有点巧 你是不是怀疑图案大人 除了他还有谁啊 不能假怀疑啊 我们没有证据 有证据就终究早找到了 这个案子也说不准 我看也有抢劫的可能 也有寻仇的可能 没那么简单 你也看见了 我爹亲自找草儿说说 他知道我查什么 总之我觉得这个案子疑点颇多 我们还是先找证据吧 丝寇大人到 参见丝寇大人 居田的案子有什么线索 启禀大人 正在勘验案发现场 这个案子现在由我亲自督办 大人 不过是一个区区百姓 这个案子限你们七天破案 欲期未破 视同独职 一律罢官 罗 你看 图案大人都亲自来了 我觉得他非常重视 居田这个案子 他绝非主谋 这可难说 这怎么难说呢 他都火速赶到现场 亲自来的 他亲自来现场 不是为了破案 是为了毁灭证据 让这个案子破不了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你这可有 没错 这就是以小人之心 杜君子之父 我看图案大人 不是那种人 大人 公子在后面 要不要请他过来 那用不着 我现在烦死了 满脑子胡思乱笑 你现在最重要的 是好好休息 理清头绪 走 走 大人 公子走了 走就走了吧 要不要把他们叫回来 你们好好谈谈 好让 好让公子事一样 这个案子不破 谈什么都没用 大人处理朝政 与列国周全 也不像今天这样为难 我只有这一个儿子 娘子为何不睡 睡不着 你怎么不睡啊 承莹想想 还有何披露啊 娘子 抱枕头做什么 娘子 你要做什么 我要住在这儿 我要跟你睡在一块 我要守着你 不可啊 娘子 你我现居图案府中 这若是让图案谷知道了 娘子 以你的智慧绝抖不过他 再说 图案谷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她若拷大娘子 你我夫妻必遭大难 当时承莹用针灸 唤醒娘子之时 就由此担心啊 娘子还是小心为好 你我分屋睡吧 你不是说了吗 你不会离开我 你会和我同甘共苦 要是明天我们就被发现了 我们今天为什么不在一起啊 我就住这儿 你是不是个愚目脑袋啊 就算你不是承莹 你照顾了我十九年 就算我跟你好了 这不是也很正常吗 你是不是个愚目脑袋啊 就算你不是承莹 你不是个愚目脑袋啊 娘子说得有道理 叫英语 有道理 你不是一个愚目脑袋啊 全員 刘先生 刘先生 来了 来了 何先生 居田先生死了 怎么死的 被人谋杀的 这居田先生只是个医将 平日待人与人为善 怎会被人谋杀呢 就是这么一个好人 居然被灭口了 非也非也 此言谬矣 这居田先生并非官吏 不知朝廷机密 为何会被别人灭口啊 可他知道我娘生男 还是生女啊 这知道你娘生男生女 就要被灭口吗 有人不想让我知道呗 这你娘生的 就是男婴啊 先生也说过 那时候先生一直在忙送大事 不在我家 我赶到府中的时候 府中已说 你娘生了男婴 那在那之前 婴儿就换了呢 公子的意思是 图案大人在杀人灭口 程先生 你说我能不这么想吗 不不不不 图案大人万不能做出 如此卑劣之事 你在踩 我也在踩 可我要的是铁证啊 我有铁证 铁证在哪儿 铁证在三水 三水是哪儿 三水不是地名 三水是当年 为你娘 接生的接生婆 你娘生的是男婴 他一定知道 先生 那三水现在住哪儿 这诚意不知 我能找到的 你这又出的什么主意 这也跟赵氏平凡有关 人家 哗 猙愧 呗 慚愧啊 糟愧什么 说谎 外面冷 天 铁 铁锷 这么晚了还不睡 天都快亮了 我去找三水 谁 大人 就是为夫人接生的产婆 这么晚了你去找她 知道她住哪儿吗 我能找到她 大门 你去查一下 大人 不用查了 在下去过 走吧 爹陪你去 爹 天都快亮了 您都累一天了 早点歇息吧 还是自己去就行了 你是这个三水接生的 他说一句话 顶过那个说书的草儿 一千句一万句 正好 我也想听听 走吧 前面就是三水下了 我就不下车了 你一个人去吧 您不下车了 啊 省得你以为我在场 是在给三水制造压力呀 还是没这意思 我知道我知道 你这一天 其实你这样刨根问敌 爹很高兴 为什么 这说明你开始用脑子了 学会思考问题了 这样 你就不仅仅是一个武功高强的舞者 而且还是一个知道用脑子的智者 其实爹 我是这么想的 既然这个谣言已经传出去了 就有必要澄清真伪 要不然对爹的声誉也是有影响的 你说对吧 爹 你说得对 特别是居田死了以后 整件事变得更复杂了 很多人认为是我在杀人灭口 不过我的儿子肯定不会上当 爹 您就这么信我呀 那当然了 我的儿子起码不是个糊涂蛋 你看这么卑劣的手段 一眼就能看穿了你说是不是 爹 其实我 大满啊 大人 前面怎么回事 前方明才找火 那就是绕道而行 大人 好像找火之处 正是三水家 那边 有什么 degradation 下宫 下宫 又 叫 现在 人 知 写 来来来 国军 我大军 从这儿 一直打到这儿 当年我们割让给秦国的城池 一一收复 秦国人狼狈而逃 十五座城池上 升起我秦国的大秦 十九年了 齐齿大辱 你这一仗 都被稀刷了 国军 国耻难忘 刻骨铭心 爱情功在舍戒 名垂轻矢 寡人要为你封军 微臣不要决位 那寡人重赏你 微臣也不要欠财 你要什么尽管说 寡人都答应你 请国军降旨 准许含决祭祀 祭祀本是天经地义 律法不尽 何许寡人降旨呢 微臣要去太社祭祀 你想去祭拜赵硕吗 含决斗胆 请求国军恩准 你去吧 郭军恩准了 郭军恩准了 十九年了 这些恩怨 早就被时间冲淡了 郭军 韩决当年追随赵硕大人 与秦军血战多年 今日大劫 理应告慰亡灵 替我按生日之间 郭军 赵硕大人 如果在天幽灵 一定倍感行为 我替赵大人 谢过郭军 我觉得这把大火烧得有点奇怪 这几日天干物燥 常恶明宅火灾的 如果没有居田的命案 我相信这是一场普通的火灾 可是现在 公子自己都说了 图案大人跟你同车前去 这火可能是他放的 他知道居田也知道三水 真要灭口 他早就布置好人了 这 反正 我觉得图案大人 不会干出这种卑鄙的事 是个大业 好 好 湘灵说得有道理 我们都很熟悉图案大人 他是何等的大器 我觉得他不像是 会做出这种事情的 我也希望是这样啊 那我们看你爹呢 那么善良一个人 谁能想到他帅死孩子 承银先生是为了救大业 不得不那么做的 也是 一个父亲为了儿子 什么都做得出来 我爹现在不就是吗 为了我 把正人全杀了 就算是这样 那也都是因为爱你啊 就像当年承银先生一样 大业 你说是吧 你就别再跟我提这个人了 公子 现在证人全没了 我看也没法查了 你打算怎么办 我现在能理解你的心情了 我是真不想回家 真不想看见我爹 你也不想回家了 那总不能像大业一样 住客栈吧 韩爵将军不是回来了吗 我打算的 跟他邀一支军队 远赴塞外 镇守边关 韩爵将军回来了 牛中啊 osureuma 里 赵大人 晋国 打败亲国 韩爵 千难告明 空中 公主 拜见公主 听说将军凯旋而归 是 将军班师回朝 头一件事情 就是来祭拜赵硕 很多人都已经忘记他了 韩爵不敢忘记 日久见人心 以前 我也觉得将军懦弱 但是将军 还是义气长存 十九年了 你是头一个 也是唯一一个来祭拜赵硕的人 公主 每个有良知的晋国人都不会忘记赵大人 只是 不敢前来祭奠 韩爵也不是有天大的胆子 而是 得到了国君的恩准 国君的恩准 是的 想不到 想不到当年杀人不眨眼的昏君 也会让你来祭奠赵硕 不仅如此 公主 他还特地叮嘱我 要我带他祭奠赵大人 他也要祭奠赵硕 是 不可想象吗 十九年了 国君 也变了 公主 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什么机会 为赵氏平凡的机会 为赵氏平凡 还有可能吗 这件事情如果是在过去我想都不敢想 但是这次 国君的行为让我看到了一线希望 今年来国君老是做噩梦 梦到赵硕的灵魂 来向他讨债 这两天 准是他又梦到赵硕了 梦有心生公主 他如果 心中没有一丝恐惧 断不会做这种梦 有恐惧就有良知 所以我说这是机会 也许赵硕的灵魂 真的是在帮助我们 前些日子 我无意中发现 程大叶的名字暗藏玄奇 程大叶 公主是说 程英那个儿子 将军可知道 大叶 可是赵氏远古的祖先 有这种事吗 我从来没有听说 这主箭是谁写的 我不知道 不知道 我把程大叶的藏书 运回宫中 意外地发现了这支 就是说 程大叶知道这是谁写的 我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程大叶 我每天来探设 就是想再见他一面 程大叶不是就在 程英的身边吗 他离家出走 不知去向 这个孩子有血性 我挺喜欢的 我身边无人 没有办法找他 公主 我去找 这公子一天都没回来了 从现场 跳下马车来就跑了 以大人的能力 找到公子不难 我知道他在哪里 他就在长丰客栈 和大爷在一起 那大人就亲自去把他接回来 这孩子的脾气 逼我还去 为了大局 我有的时候还忍气吞声 委屈求全 可这孩子绝对不会 是是是 这公子年少气盛 硬拉 那是拉不回来的 放眼睛过 我图案姑眼里 能放下什么人 可我就是对自己这个儿子 毫无办法 没辙 这天下当爹的 对自己的儿子 都没办法 所以啊 所以我想请先生 去看看吴将 不是看看这么简单吧 我相信 先生能把他劝回来 哎呀 这成英就是个医将 只会医人 不会医心 我相信 吴将他有两次找到先生 是先生告诉他 告诉他去找菊田还有三水 是是是 这成英 让他去找这两个人 是想让他澄清自己的身世之谜 不要多想 成英没想到 没想到 害死了菊田和三水 成英就是灾星 嗯 其实整个这个世界 幕后像有个黑手 倒满他说 那个人就是你 是 是 是